讲到野猫队很多篮球迷第一时间会联想到美国的肯塔基大学 他们的男子篮球队一共在NCAA拿下了八次全国冠军 排名史上第二多 但是远在地球的另一端有另外一支野猫队同样也是拿过八次总冠军 那就是澳洲直篮的传统强权破斯野猫队 这支创立于1982年的球队除了是全联盟拿过最多冠军的队伍 他们还在过去五年三度捧起冠军金杯 并且在2016跟17年达成二联霸 更可怕的是他们从1987年开始已经连续32个球季闯进季后赛 而他们今年到目前为止也以11胜4败的战绩位居联盟龙头 看来要把这个记录延续下去对野猫队来说并非难事 而他们球队的灵魂人物毫无疑问就是在上个球季 拿下例行赛MVP的Brice Cotton 这位六尺一寸的双能卫过去曾在NBA短暂打过23场比赛 留下场均3.8分的成绩并不起眼 不过他在2016年年底转战傲职之后是大放异彩 不只在加盟第一年就帮助球队完成卫冕 还在冠军赛第三战狂砍45分创下NBL决赛单场最高得分纪录 最后他也以系列赛场均27.7分的表现拿下决赛MVP 今年前15场比赛打完他也搅出场均23分的成绩单 傲视全联盟 而且球团为了不要让Cotton鼓掌难名 今年暑假还帮他找来了两位得力助手 分别是去年效力于韩国直篮的摇摆人Terrico White 以及2016年的奥迟年度最佳新秀Nikolas Kay 这两人今年同样都以场均15.6分的成绩 扮演球队的第二跟第三得分点 其中Kay每场比赛还能抓下9.2颗篮板 是野猫队不可或缺的禁区大将 加上防守端 他们还有曾经6度拿下年度最佳防守球员的控球后卫 Damian Martin作证 虽然这名防守汉将已经年满34岁 但他场均1.3次的抄截还是排在联盟前八 相信这位手握四枚冠军戒指的球场指挥官仍旧能凭着经验 继续在场上做出贡献 现阶段的野猫队短枪大炮以硬俱全 就算去年止步四强无缘三连霸 不过现在他们卷土重来 目标瞄准队史第九座冠军 WRITU新闻综合报道 WRITU新闻